音樂 走 什麼事 04年天恆村滅門慘案 轟動全盛 一幕幕社会悲剧 真人真事被改编成电影小说 天水围被标签为悲情城市问题社区 获政府投放大量的资源解困 今日的天水围可以走出悲情灵 截至五亿兴建的湿地公园 优美 宁静 舒适的自然环境 成为雀鳥 昆虫的棲息地 这个占地60公顷 集旅游 生态 保育的世界级湿地公园 原本可望带动天水围的经济改善就业 但06年落成以来 实际创造的长期职位只有100个 但天水围的劳动人口足足超过13万 卫尔是第一代搬入天水围的公屋居民 住了十几年 接受培训再培训 拿着几十张证书 在区里面都是找不到工作 读过家务助理 培阅 中华厨艺 电脑 很多课程 当时可能没工作的人 等你读读课程 就可以消亡时间 其实导演出来都是这样 他们两个都没工作 朋友介绍做兼职家务助理 每个月出市区一次 赚回外快 其实我家务助理那个都过了期 其实都不用去组 如果有人请的他都请 没有人请的就没有人请的 失业令天水围的家庭冲突特别多 卫尔认为悲情从未离开过 如果是找到工作 生活是稳定的 那哪有那么多发生的事 哪有那么多悲情 在我家里面 我只想他们都做了 好晚的事 我只想自己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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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女原本跟她搬入天水圍 但因為上班上學不方便 最後剩下自己一個人住 想起五年前和丈夫離婚 失業又沒有座的日子 她相當感觸 收拾一些過期的食物回來吃 收拾一些冷菜回來吃 別人為氣不要那些 倒的那些 就收拾一些回來吃 曾經試過 那幾天都沒得吃 有近一年的時間要靠縱門過活 但處處遭受歧視 現在蘭英寧願靠微薄的工資 自力更生 政府其實不幫得到我們的情況下 我們要靠自己去幫自己 蘭英最近在元朗找到清潔工 雖然只是隔離區 但沒有車直達 要轉幾乘車上班 要轉幾乘車上班 搭輕鐵 然後轉西鐵 再轉接駁班 車程就連出門口 到上班 所以是一小時 車費需要百元一日 上個月加上二百元左右 時間長 車費貴 天水圍居民的生活淡子特別重 天水圍是九十年代初發展的新市鎮 區內六成是公屋 北面天行村一帶公屋比例更高達八成 三十萬人口 沒有工業 沒有商業 缺就業 男人沒有公開 生活的重疊 就自然落在女人身上 男人失業 女人當災 天水圍家庭暴力案件 數得上是全港之冠 女人為了投家 要靠自己一雙手 寶兒這一日 和一群天水圍師奶 過境到深圳買菜 跨境消費已成為他們生活的一部分 會節省一點 氣氛你可以跟他們說一下價 可能都會便宜一點給你 但香港那些 如果你跟他們說的話 他們會罵你的 我們 感覺不同 現在那些人民幣一直高 但我們對比起香港都會便宜一半 三十元零八號 香港賣多少錢 他說五十多元 起碼不是 天水圍近年還不斷有公屋落成 最新入伙的天晴村 七座公屋 住了近一萬人 寶兒認為 這個區根本不應該再建公屋 你一眼看上去 全部都是公屋 已經很飽和了 希望它不要再建 政府考慮它的庫房 它在九龍買一塊地 收幾十億 在天水圍 沒可能做到這件事 就是天水圍的不值錢 你再建的人只是進來住 你住之餘也會給人工作 不只是給他住的地方 保姨是天水圍的老街坊 丈夫長期在外地工作 在她心目中 天水圍居民從來都沒有放棄過 天水圍很多人都希望靠自己的能力 去證明自己是有用的 東聰和天水圍 兩個都市中的貧民區 同樣的規劃錯誤 令他們同受遺城之苦 回歸前 港英政府以先公屋後配套的模式發展新市鎮 但隨著新市鎮的位置 越來越遠離市區 這種規劃方式已經失效 我不希望他再有這樣的新市鎮 如果他見到這樣的新市鎮 他要配合他的勞工的問題 他看我們天水圍 可以看到一個比較失敗的例子 你一個地方要平衡 不可以說 全部低收入的你都在一起 幾年前 資深記者陳昔芝 寫了一本有關天水圍的書 點出問題癥結 最重要是區內有沒有就業機會 天水圍是一個病人的話 暫時我看不到有一劑藥是可以做到的 你起多一些這樣的設施 就是小恩小惠 修修補補 可能一時的止痛 但他的病是沒有好到 日日的規劃錯誤 造成今天的區域貧窮 居住人口組成單一 地區就業不足 社區設施缺乏 這些結構性問題 是否增撥資源扶貧 發放跨區交通津貼就可以解決呢 如果日後的新市鎮規劃 可以降低公屋比例 加入地區的經濟元素 或者可以避免複製多一個民藤社區 中文字幕錄補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